在台中捷運 侃仁的弘性嫌犯 两年前跟阿公阿嬤 一起欢庆十八岁生日 过去也曾一家四口 开心毕业合影 还曾发文称赞妈妈 是最伟大的白衣天使 脸书许多生活照 打卡景点 看演唱会 还有参加国中 毕业典礼的照片 这个有没有像 翻找红弦 在屏东就读国中的毕业纪念册 他当时还没改名 跟爸爸姓陈 时机来到他父亲的诊所 已经贴出修诊公告 二十岁宏信嫌犯 从母姓涉及屏东 二零二零年三月 在屏东就有就医记录 同年八月到高雄念护理科 是是否登陆在案的关怀对象 记者来到红贤 位于高雄的家 他住三楼 一楼是他阿嬷开的美髮店 邻居说早上还有开门 还能看到红信嫌犯脸书简介 引用小说哈利波特 决定我们成为什么人的 不是我们的能力 而是我们的选择 没想到这回他却选择 在台中捷运挥刀 成为杀人凶嫌 三零新闻朱俊杰 黄志忠会山高雄 评论报道